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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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在中南半島的第一大國 寺廟多到看不完 怪物更是多到數不清 欸 這個都是變種規欸 這一定是去抽取的 它看起來很像是一個 類似於法屬有沒有 然後兩個的話拿起來變雅靈 變雅靈 喂 天樂蓬 哈囉 謝謝你大哥 我感覺到你對的我非常的好 因為那個蛇 那個蛇也是變種蛇 然後他現在一直這樣子 拉緊張喔 拉緊張 他臉有這個地方 突起來呢 有個地方是 他突起來這個地方很像鑽石了 腰磨破壞人人怕 一世界不見斷 石膏的年輕人出現鬼角氣 好 來… 直接拉起來 好大喔 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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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4 5 7 青蛙竟然有七隻鬼角 是惡魔化身還是災難降臨 泰國人為何人人懼怕 這一集的世界地令 將擁闖鬼廟揭發駭人聽聞的靈異世界 世界地令 一隻蛤… 一隻蛤… 全小湊全罪 一隻... 讓人嚴謹七條腿 誰照錯啊 一隻蛤… 一隻蛤… 一條嘴 讓人嚴謹七條腿 咦… 怎麼一隻造成七條腿耶 厲害 14條腿嗎 奇怪 馬 atm… 搞甚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啊 怎么会有一个七条腿的青蛙 一条小青蛙 难道是因为 蛤子不胜变形 还是地方上水车变形 还是 一型配种的变形 啊 怎么会有一只蛤蟆 它有七条腿 一条小 一只青蛙一掌椎 两个一条小 啊 什么 这张从青蛙身体冒出鬼角般的灵异照片 连当地人看到都十分惧怕不敢靠近 都认为这是妖魔的化身 难道 这是泰国早年 曾遭受到核子污染 造成他的基因突变的原因 还是他受到魔法诅咒而变形 充满灵异传说的泰国 竟然出现鬼角气腿蛙 满不疑问的我 只好求助泰国的友人排令节 一起揭乏世界的真相 而他跟我约的地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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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丁声了吧 话说这个喔 泰国排令节很奇怪 每次都约我来一些怪怪的地方 跟他见面啦 怎么越来越怪了 现在来到一个地方 好像小公园 他到底在哪里 排令节 排令节好久不见喔 你好吗 金妈獎 金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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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夸下海口 搞不好以后我也有机会 角逐一下金妈獎 金总奖 没有谢谢大家的肯定啦 对 最主要是我很感谢你们 每次都帮我们安排很多 很不一样的这个题材 对 但是你今天 为何又把我约来一个小公园 而且 这是什么一个地方啊 你现在一看有没有觉得 不要 排令节 排令节 几年不见你 怪怪的 没有啦 你有没有那么肆虐想要一个男朋友 不是啦 我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让我害羞 我整个 你看我的脸已经红了 这是阳俱耶 我们这里已经都叫它阳俱耶 这叫什么 这个泰国人都叫它 巴拉基 巴拉基 巴拉基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 就是阳俱 但是它是一个表示朋友幸运的一个象征 哦 哇 五年多不见的排令节 怎么一见面就约在这么令人害羞的地方咧 放眼望处各式各样的洋具棒 就大乃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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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就是高升啊或者是阿丹啊 对 他们都会把这个巴拉基 巴拉基 会在上面刻字 哇 会不会痛啊 对 有经文 那会给你好运 它大部分的意思应该就是说 让你篷球失业 对 男性 对 失业主要 而且你就是财运咯 我到现在都一直不敢用手去碰触它 你就一直把手摸在上面 这个不可以啦 哎呦 你 我今天讲 我今天讲了 你还吃该了 我想说今天要来这里 要来加持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来给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巴拉基 真的 它上面有写亲吻 看一下这上面 有写亲吻 你知道吗 会不会好比说 就是说我要开个店 例如说我开一个 只是开一个牛肉面锅 有没有人把牛肉面店的 向人家放桌彩招彩工 他们就摆一个这个 真的吗 真的 你知道吗 泰国有个寺庙的 就是好像那种 卖那种起伏品的这个钻柜是不是 是 它里面就卖一根一根的这个 就大大小小各种材质都有 真的喔 然后有的还可以串成钥匙 去你的外面 这在泰国才会有啦 你到欧美话还可以装电池呢 喂 Oh my God 没有啦 不要乱讲话 我们看看 怎么一下子看到这种东西 用别乱讲话 在这里不满上百种的杨具棒 有的经过折上电竞加持后 会往信徒的头敲下去代表降服 还有的呢 会在杨具顶端抹上人原油 涂在身上让你有人原 还有这种露珠香宝石的 象征发大财 而掌管这间杨具庙的 就是红宝石女神 信徒祈求灵验的话 还会来还愿送衣服给他 而新奇的不只是杨具庙 泰国还有个怪咖 陈天跟上百条的蛇 同居长达三十年 我的天啊 真是不要命了卡 里面马上就有一大猥蛇 嗨 咖啡 咖啡 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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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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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欸其实什么蛇我都遇过太多了 包括最凶猛的那个金刚眼镜蛇 可是呢 现在这尾蛇实在太漂亮了 这是黄金蟒耶 这个蟒蛇 你看它身上的纹路真的好漂亮 而且它养它照顾得非常好 你知道你女儿吗 不少不怕 不少 不少 看怕不怕 看起来真的不怕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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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这尾蛇讲的真漂亮 大哥说他从小就跟蛇玩在一起 自然而然就不怕蛇了 而胃壳这些黄金蟒都这么衰当当 大哥说蜜芳就是天天 喂它们吃熟的鸡肉或是老鼠肉 而他的女儿呢 也是从小与蛇为虎 再多再怪的蛇 一样把他们当成人类看待 这是什么不一样的蛇 啊 你把这个 那就是蛇的眼睛很不一样 眼睛很像一个钻石会发亮 真的吗 对 来来来来 这也是蟒蛇吧 诶 他的蛇怎么说好像不会咬人啊 他的蛇会咬人 等一下会不会咬人 诶 诶 那个蛇也是变种蛇 因为他的眼睛凸起来 一个眼睛是没有的 所以他可能是受伤的 哇 他现在一直这样子 他好紧张喔 不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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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放过来 表示我这个 yes 感觉起来能不能让 一点都不怕 然后你看各位观众 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讲话 然后你们自己去看 他的眼睛跑过来的时候 你们就去看看他 眼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他的眼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他的眼睛有一个地方 是出起来的 还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他出起来的地方 很像钻石呢 我看到 其实就是有点突变啦 还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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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他这边有一条 有一条 刚别的蟒子不一样的颜色 你看这个 有点鱼蝠 鱼蝠的感觉 他他们家养了一些 就是很奇怪的死蟋 他很好奇喔 来跟观众朋友打招呼 来 对对对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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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心南鸣 对 南鸣的 牛大哥 来 側面一只 黄金嘛 是 你再放多两条上 我就变了Massass 对 现在好多手在我的身上 很棒 我们是什么工作人 我们开玩笑 世界第一的 他说这只也很漂亮 而且这上面有点紫色的弯 有点色 有点点 再来一只 对不对 他有点像突变嘛 再来一只 再来一只 好 已经开始慢慢打过我 目前在 人生的旅途上面 同时间把这个放过最多的一次 再来一次 谢谢你大哥 我感觉到你对我非常的好 你怎么知道我不紧张呢 而且有一只在我头上 现在在 在干嘛 在哪里 往上爬 在往上爬 哇塞 这根本就是Snake Hotel 大哥说 他曾经养过最大的黄金毛 将近有十公尺长 重达五百多公斤 而怪的不止这些基因突变的蛇 还有长得像滑鼠的怪龟 难道他去做抽植手术吗 意外状况突然发生 摄影师竟然被逃脱的大耳龟 攻击 哇 此前巨龟 这是玛丽兄弟里面的大魔王 好可怕的乌龟 你看好像是对 他会一直追食猎物的 对啊 好可怕喔 这边会 好酷喔 他会攻击人 他会攻击人耶 快不来喔 这个因为他这种攻击器 他会最有点好 来来来 注意喔 各位 这个树枝很硬對不對 注意他喔 整个咬断 他会把树给 树跟树枝咬断 你看到没有 他给我拼了 你也太可怕了吧 你看 他把树根给咬断了 这树根要咬断 你知道有多困难吗 他整个就管你三圈 一般咬断了 你看 可是你现在离我一下好不好 拜托 你把那个吐出来 不要那么执着 快点 你不要那么任性 来 吐出来快 恶龟的个性十分凶暴 属于肉食性动物 而且熊恶龟 最多可以长到半个人 身体那么大 而大哥要我们提高警觉 对他的咬合力相当惊人 因为一不小心 就会被他咬断手脚 这次咬着好可怕 好可怕 你看他底下的龟壳 他好胖喔 你看他整个身体 他好多肉喔 他好胖喔 这几公斤我抱一下 你先抱一下 小心喔 走在两边側面抱 他吃什么 快点来 快点来 吃肉 吃肉的 吃肉的很重喔 他身上好多的颗粒 感觉上这个很像恐龙 感觉上这个很像恐龙 Snapping 他会出去 他会拱起来耶 他会拱着身体耶 哇 这好可怕喔 他拱起来身体像 像那个猫一样 来到多舌之家 竟然没有见到我们要找的 鬼脚七腿青蛙 大哥说 这栋变形的怪动物 通常被当作恶魔的象征 人见人怕 抓到后呢 会被受到庙里念经作罚 既然这样 我只好继续询问 有哪间寺庙 收养这些奇怪的动物了 好 早点啊 哇 太棒了 我们现在来到 这Pattaya新的景点了 这里呢 是整个Pattaya呢 这个观光局呢 重新塑造一个 小型的泰国 怎么说小型的泰国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 你在泰国所有饮有尽有 好吃的好玩的好买的 在这个地方都找得到 尤其像这个水上人家 有没有 像我们曼谷的水上人家 但是呢 它多了一点点什么呢 干净 哈哈哈哈 现在看到一开 有没有 这边有卖卖什么东西的海鲜 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样发展 这个观光业非常的聪明 因为整个中国有这个 东盟十加山啊 它吸引到内地很多的观光客 来到这边 所以你看到这里呢 你畅行无主 为什么 全部都有附上中文字 所以你到哪里去 你可以看中文字 你就可以得到翻译 在这个地方呢 你不需要泰国人来带你 这个导游 对不对 太棒了 泰国根本就是自助旅行的天堂 无论吃的玩的 都有中英文介绍 旅飞又相当的便宜 难怪每年吸引大量的观光客 来此旅游 而小妈我 怎能够放过边吃边玩的机会呢 这什么啊 这不是那个扇贝 这是扇贝吗 这是鱿鱼蛋 喔 鱿鱼蛋喔 我家的鱿鱼蛋 好吃耶 很好吃啊 好好吃喔 对啊 好吃耶 什么 还要30喔 我以为还要30 还要30 就不是是very good 嗯 待会呢 带各位观众朋友进去看看 泰国当地呢 有什么他们国家 想要给大家观光客的 好吃的 好玩的 好买的 好买的 跟我一起看看 这个水壮村庄 根本就是泰国的缩影嘛 贩卖的食物来自东南西北 可说是应有尽有 而眼前浑浊不清的吸水又是什么咧 没错 它就是代表湄公壳 诶 奇怪 怎么有人倒立挂过去了 原来是老板突发奇想 要让大家当Superman 飞月过去 是的 我们要现在的 先要全副武装 先要把这个身上的绳索呢 给他就位一下 好不好 来 OK 其实你知道我穿这个绳索 我每次都有卡扣的 因为会卡扣的 会卡扣的 所以呢 男生女生来的时候呢 特别要小心 那男孩子来玩的话 要特别把这个地方的位置 给他瞧好 淡淡放两旁 蹦蹦摆中间 然后女生的话呢 也要稍微小心一点 Professional Yeah You do this very well Yeah How many times you you know No No You scared 啊 是人 谁啊 谁啊 啊 啊 欸 好可怕 哎呦 这可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至少也有个三百公尺那么长 不过 想到要从七层楼高的塔台 一跃而下 就好嗨啦 Are you ok No g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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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卡到你了 是 真的吗 你既然往下坐 他必须要把那个重量往下乘坐 他这个绳索呢 会感觉到你的重量之后呢 待会是重力加速度往下冲 ok 但在你出发之前 你必须要喊一个 刚刚有Superman 有Ultman 有Neuroman 你要喊一个什么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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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准备喔 准备喔 放这个鱼吗 ok ok 放鹅鱼 快放 ok 你怎么突然就变得那么娘啊 流汗啊 你怎么回事 手出汗啊 手出汗啊 不要紧张啊 不要紧张啊 小心啊 小心啊 Go 阿们 Yeah It's fast Very fast Because why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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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重 胖 水很快 怎么平常熊壮威武的导演 上了高塔就两个起牌 而我看他一点都不像超人飞 倒像是飞天神猪 我就不要水空呗 Italy red 好可怕 来到泰国请拿卡 好可怕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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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ok 飞渡湄公渴的玩意儿看似好玩 其实可说要努力好命啊 当过空中飞人后呢 开始办正事的时候呢 欸 眼前市场贩卖的东西十分钟 或许可以找到 五角七土王的中秀 哎呦 哇 这是什么东西啊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可以有毛耶 牛的肉 牛啊 就是牛的皮 你刚才把它剪成一条一条的 对 那为什么不去毛呢 好 牛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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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啦 烤熟的时候这个毛应该都不见了 那他们这是拿来吃 还是拿来干嘛的 他们是吃那个牛皮 跟那个肉上面的那个筋啊 啊 我知道 而且吃起来很有嚼劲 牛肉干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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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人家吃那个猪耳朵啊 猪口皮啊 哦 然后呢 吃那个什么 我们吃那个控吧 但是这个看到那个牛皮上面有 我觉得好奇怪 因为他没有把毛给去掉 人家卖鸡肉也会把鸡毛给拔掉 现在是熟的吗 娘没熟 这是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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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是熟的腌肉 所以他刚刚讲了一段泰文 是不是讲说建议不要我现在吃 你不要吃 你不要吃 我现在不能吃 你不要吃 做人还想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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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就将皮肉割下 再用盐巴腌制三到五天 然后烤来食用 但是老板娘说她没有见过气腿蛙 既然这样 我们往下一摊问问看 诶 诶 有没有 他们的市场里面呢 还是有出现这个 在我们台湾呢 非常贵的血汉 这里一斤多少钱 血汉 50块 40块 50块40块一斤 很便宜诶 不过呢 这里还有吗 你看啊 乌龟 乌龟姐 它这乌龟是拿来吃的吗 不会吧 是来放生的啊 哇 放生 哈利路雅 有爱心 又来放生的 但是我必须得讲 因为有买卖 所以有杀害 对不对 它因为叫你买了之后呢 他们知道说 这可以赚钱 然后又找很多人去抓 其实还是不太好啦 那那个鸟呢 鸟该 对 鸟也是来放生的 真的喔 鸟是放生的嘛 因为我们这次来呢 是要找一只 变形青蛙 各位 请问一下 可是你有没有看过这个青蛙 你看 它多几只脚啊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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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好笑 他直接问那个卖青蛙的说 你有没有卖七只脚的青蛙 他直接这样问喔 这位大姐 你也太可爱了吧 那如果我们要找两颗头的牛 你也是问 咦 对面的 你们两颗头的牛啊 哈哈哈哈 而大姐说 对面有卖青蛙 说不定 会有我们要找的 鬼角七腿蛙 你好 哇 这里都是卖青蛙 哎呦 它的青蛙 你是不是不要哭了 呃 有点有点残忍 但是底下你看好多青蛙 你看好肥喔 好肥喔 好肥的青蛙 你抓一只给我看好不好 它的青蛙好大喔 哎 这个我如果在田里面看到的话 我可能会狂奔 我会吓到 因为青蛙好大喔 这是什么蛙啊 这是牛蛙吗 当然这个青蛙呢 跟这个杨紫衣在 北州国家看到那个蛙是 小屋见大屋啦 小蛙见大蛙 杨紫衣 他们抓那个小青蛙 大概可以跟人一样那么大 小孩啦 小孩 你看这个青蛙 这样的话一斤大概多少钱 一公斤八十块 一公斤八十块 太一斤 一公斤大概八十块有几只啦 这样的话一公斤大概有几只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很大 老板娘卖的青蛙是东令几乎的好稀猜 但放眼望去都已经被扒皮 看不出青蛙的原貌 应该不会围剿七腿蛙也被窄来吃了吧 想到这里 那种有一种不祥的语言 我们的任务 会一直失败吗 我看一下有没有看过这个 有七只脚 没有啊 他说青蛙就是四只脚啊 没有见过 那如果说有一天人家送货来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只这只 他会不会觉得吓一跳这样 是 会害怕 会害怕 这个感觉是害怕 他说如果有见到这样子的青蛙的话 不特别的话 一定要送去庙里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变形青蛙 又生在泰国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点点这么神奇 神秘的感觉 看老板娘紧张的神情就知道 鬼角七腿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妖魔的象征 必须要送到庙里给和尚燕金修房 但是泰国的寺庙何其多 要上哪里寻找呢 但是他说出发之前要先暖身 以免抓不到活蹦乱跳的变形七腿蛙 自从叶问跟陈山两部电影之后呢 在我们亚洲地区造成了五十个朋友 让我想起的少林是 这次来到泰国呢 我们搜寻到泰国一个新的拳王 不用怕好不好 五年前呢 相反也曾经来过泰国 我学过泰拳 拜师学艺 泰拳对我来讲呢 很简单 所以这次呢 我要带到世界的一定呢 我要来挑战 新的泰国拳王 就在这一间学校里面 Fantasy 泰拳 五年前我拜师学正宗的泰拳 早已练就金刚不坏之声 不过这次挑战的新拳王 据说他英勇多变 唇法快啃准 招招致命 但是他说找到他 必须先通过两关大魔王的考验 小王国当然是天不怕地不怕 放马出来吧 要找他 我要找天王 我要找天王 要找天王 要找天王先通过他 要找天王先通过他 先通过你 哼 你这个哈比警卫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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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啊 啊 哇 哈比警卫好厉害 哎 哎 哎 我小的哈比警卫居然轻易地把我给劈倒 这地方真的是卧虎长龙啊 看样子来自台湾的我 我绝对不能够轻敌啊 刚刚进到这个学校里面 就被哈比几位来一个手刀 啊 好痛啊 但是呢 我要忍辱负重 因为我这次来就是要挑战拳王的 我这次来就是要挑战拳王的 我这次来就是要挑战拳王的 哈哈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要挑战拳王 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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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要拳过他啊 啊 好 那么不啰嗦 我就正式来一个正式的武术比赛 不过习武之人 哈哈 心灵 我必须要给他来一个泰国的礼 我这辈子什么都可以忍 什么都可以吞 但是就是最讨厌对手来拳的 猛男公游居然偷袭我 让我昏头转向倒地不起 不过这个事竟然又没你经过耶 猛男公游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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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嚇就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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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這個世界還有公平正義了吧 長腿美女 路見不平 拔刀消除讓我倍感溫馨啦 小姐 今晚就讓我報答妳 請妳吃頓飯吧 嘿嘿 好痛 好痛 很舒服 哇 這裡還遇到大美女 好舒服 好痛喔 很痛 這裡都很痛 這裡也很痛 怎麼就好了耶 我整個就不痛了耶 我不痛了 太棒了 哈哈 我覺得妳好溫柔喔 請問一下妳是誰啊 我想去龍東塔 龍東塔 妳們的名字好好聽喔 欸 但是妳有沒有聽過啊 我這次要來妳們這邊找一個拳王 他叫龍東 龍 龍 龍東 妳 妳說妳叫什麼龍東 對 龍東 龍東 拳 拳王龍東 他開北京龍東 對 妳是開北京龍東 什麼 他竟然就是泰國的變性拳王龍 龍東 來自清漫的他 其實生長在一個貧困的家庭 不過從小就非常喜愛打泰拳 但是卻常常跟姐姐一起吐口紅扮女裝 森森覺得自己應該是女兒生 後來他發現自己喜愛的泰拳 除了可以賺錢養家之外 還能夠把賺到的錢取出變性的手術 於是 他便朝這個目標努力邁進 在17歲成功變性之後 20歲不到 就拿下雨量級的冠軍 現在的龍頓 當過模特兒和演員 而他的故事也被翻拍成電影 Ladies and gentlemen 現在就插亮妳的雙眼 見識這位美麗拳霸的正功夫吧 你問一下這個帥哥 你問他打多久了 十幾年了啦 你有沒有跟龍頓打過 你有沒有跟龍頓打過 啊龍頓鐵鐵喔 龍頓鐵鐵鐵 你們知道他們是什麼關係嗎 他是他男朋友 他的親弟弟 真的 那個米皮草一坤一坤 這麼酷喔 那弟弟有沒有打過姨姊姊 沒有 然後他們就常常一起在打啊 他都誰贏 誰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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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要過一下一罐 來來來來來 龍頓的弟弟 十幾年來就是姊姊的拳靶子 在場上呢 互相常常較勁 弟弟說 他目標就是希望能夠 跟姊姊姊姊姊當上拳王 不過 原本這次四場表演 姊姊姊去越打越烈 幾乎要到假戲爭作啦 快點啊 很殘忍耶 想到我跟我大姐 我跟我二姐 小瘦 姐姐 你們會這樣打我嗎 不會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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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他們不是親姐弟嗎 雷台上竟然不分彼此 保足全力互相猛K 弟弟開始擺進了 擺進了 看弟弟吃了姊姊一大腳 再吃一腳 來 感覺到好厲害啊 看到沒有看到沒有 龍頓 不愧是拳王 輕輕的掃腿 弟弟馬上就被掃在地上 男兒生女兒心的龍頓 十二歲就成為職業的拳手 而且迅速展露國籍的天分 但是有一天 Sack她突然濃妝厭魔走上擂台 她的舉動招來對手和觀眾的嘲笑 不過最後 她仍以乾淨俐落的拳腳增幅對手 成為全國家喻呼喬的美麗拳霸 我想請問一下 你當時是怎麼樣接觸到泰拳人 我當時是很難看 他們在當地的拳牌 然後他們才能成功 他們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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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本身是個男生嗎 她為什麼會突然間哪一個念頭 讓她想要變成一個 Ladyboy 她從她的印象中 從她有記憶 她就覺得她自己像是個女孩子 而且她就喜歡跟女生在一起 而且她也喜歡跟媽媽在一起 打扮她就喜歡像女生這樣飄飄亮 她又覺得說泰拳是一個 又可以拷住又可以賺錢的 但是她知道說 當她如果要變成一個 真正這樣女生的話 要花很多錢 所以她只有開始努力的打拳 那家人呢 那時候回到清白 她爸媽有沒有覺得 我兒子怎麼變成女生了 怎麼接手 當她17歲要做這個變性手術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她還未滿18 所以當她要去做這個手術時候 她也必須要有 爸媽同意 對 所以當她給她爸爸媽媽去簽名的時候 她爸媽也願意去簽 因為她爸媽很了解她這個女兒 等於說從小就是希望是個女生 對 其實我完全不排斥 佛教色彩濃透的泰國 對於萬事萬物相當包容 因此當初她變心扣不起勇氣返鄉 家人並不反對她的女兒生 她爸爸說 無論她變男變女 自食至終都是她的親骨肉 而龍 也沒有辜負家人的期望 剛開始比賽呢 一場賺500塊 現在一場 可是讓她賺進40萬泰銖啊 欸對 我突然間想到一個 這個生理上的問題 她以前是男生的時候 打泰拳是不是比較狠 後來變女生的時候 是不是荷爾蒙變化 她會不會有點下不了手 就是覺得 哎呀打痛人家好心疼喔 或是哎呀傷到你不好意思 會不會這樣子 她說這個心軟是比較不可能啦 她說因為你這樣打泰拳 你在台上 你就不可以心軟 嗯 professional 對不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 她現在有沒有感情生活呢 嗯 那 當年了 她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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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應該叫做 一言單靜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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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不知道目前這個 算不算啦 好像 好像 又快要 不太行了 所以 哎呀 要愛惜人家啦 對不對 最後一個問題 是我私底下問你的 可以不用說 你會打老公嗎 她說 他們打這個泰拳呢 他們這個教條 就是這個裡面有說 當你在打你的泰拳時候 你只能在舞台上 在台下的時候 不要把她拿成C動去商人的武器 她講到說 以後她的另一半 她的想法 因為她都在打泰拳嘛 對 所以應該也跟她一樣 就是 屬於運動型的選手 也是可能是個泰拳選手 所以 她說她如果去打 她可能會打輸的 所以她應該是不會打老公的 她客氣了啦 對不對 賭信佛教的龍頓 相信世界的命運輪迴 有些人呢 必定成為人妖 因為這是前世惡業 帶來的懲罰 所以呢 她想靠今世的行善 來化解災惡 以祈求來世可以當一個 身心一致的正常人 好 為了所有的女性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要請龍頓 教我們一個 怎麼樣在這個 有歹徒要搶劫女性包包 讓女性遇到為了人之後呢 該如何把她撂倒 現在就由我啊 好不好 來 冒險 來代盡這個 放棄 放棄 好 放棄 好 放棄 突然突然有一個歹徒 超過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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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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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頭上 要跟ony 不要合理 女性沒有看清楚沒有 當你的皮包被身後的歹徒強走 你的腿這麼輕輕的意思 歹徒就可以重重被甩倒在地 不過我可是 specimen演出 哎呀都住我了 新的戲 美麗的拳霸說他認識一位高僧 住在泰國東北的一間飼料 專門收揚怪動物 而說不定會有鬼腳七腿瓜的生理喔 二話不說 我們就火速前往查個明白 那這個地方 有和尚的找 問一下 這和尚好像早地在練功的感覺 這位是東 東銜西圖裡面的 和尚坡的地址 師傅 你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聽過 這附近有沒有很奇怪的一個動物 牠說是青蛙嗎 青蛙 什麼 青蛙 牠是長得怎麼樣奇怪 牠說青蛙長了七隻腳 青蛙不是就是四隻腳嗎 所以牠等於是多了三隻 真的喔 妳可不可以帶我去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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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OK 變形青蛙 真的假的 這麼容易就找到鬼腳七腿蛙 老和尚說 這隻變形青蛙 是當地農夫在田裡面意外的發現的 因為樣貌食噴的嚇人 抓到後馬上送到寺廟裡 而且牠說 鬼腳七腿蛙活力驚人 不先餵飽牠是見不到本尊的 好多喔 好大的青蛙喔 這裡這裡這裡也有 這裡這裡 喔 所以說先要餵牠吃東西是不是 我丟臉 來 來 欸牠們沒有反應 欸有有有有 有幾隻會動 我覺得好好打電動玩具喔 你看喔 我丟字要下去之後那青蛙會往前跳 來來 OK 來 青蛙往前跳 有沒有 好像電動玩具一樣喔 我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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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了嗎 不要緊張了 不要緊張了 你看 你看嗎 一樣的羊把 是這隻嗎 OK OK 你看吧 這是這隻嗎 你確定 那邊 對對對 把牠抓住 這隻嗎 OK 停 OK 這個 1 2 3 4 1 2 3 4 等一下 反正我們好像樂到越來 牠跟我看一次四條捲很正常的結果 還是我看不到其他三隻 等一下 我跟你講這要參透 有一件事情我們要認真的去看待 等一下仔細看 各位觀眾跟我一起數 1 2 3 4 4 師傅 怎樣 這隻四條腿的青蛙 這一模一樣的啊 哎呀呀呀呀 牠說先給你看正常的青蛙是長這樣的 我現在覺得泰國的師傅還會耍梗 牠會撲梗喔 這隻四條腿正常的青蛙 我來到烏龍院嘛 我見到一雄和尚嘛 師傅你也太搞笑了吧 長那麼大 我怎麼會沒有見過正常的青蛙咧 這讓我不禁擔心了起來 屋裡頭的師傅 真的會有我們要找的變形青蛙嗎 呱呱 蛤 那潘莉姐 你可不可以跟她講說 我看有一隻好大的 你請她先拿那隻好大的好不好 他說七隻腳那個也是 八隻腳那個也是 八隻腳的 好好來來來來 直接直接拿去 好幾隻腳去看看 哪個哪個 我那個八隻腳 八隻腳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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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了上來了上來了 各位各位各位 變形大青蛙 喔好大喔 好大喔 好大喔 這上很大的青蛙 好肥喔 我自己 OK啊 你走 你走啊 你走 各位 我手上抓了這隻腳 OK你穿 啊 啊真的 我的天啊 有點怪怪的 因為當中 還有多了一隻 多了幾隻 小手蟲 這邊 這邊 1 2 3 4 5 6 7 這真的是變種青蛙耶 可是呢 我剛剛看這個池子裡面的青蛙 每一隻都非常的健康 而且又很大隻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變種的青蛙 而且它三四個月而已長得那麼肥 那麼胖 師傅 他吃什麼 他吃得多嗎 6 他吃得多 8 8 8 真的喔 那因為這裡是充滿一個傳奇性的一個地方 那會不會有人像那種什麼 拿來拜他啦 就是希望他給 對 不然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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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是說他不希望這邊的村民迷信 所以 他不要 他不要 真的 不要迷信 我們只是來看一看 但是我跟你講 地方上面就是因為有些人 他可能比較純樸 他們對於一些這種東西呢 會抱有另外的想法 但是這個師傅他剛剛回答的我覺得非常好 他說你也不要太迷信 因為這種他就是一個基因突變 食堂養了上百隻的青蛙 全都是村民抓來寺廟放生的 而老和尚說他不希望民眾 因為青蛙長相怪異就迷信 或者認為災難要降臨 他堅信一切事在人為 不過說到這兒 你以為老和尚這麼認為嗎 你就錯了 師傅 你剛剛說什麼號碼 什麼東西 在哪裡 我記不記得 賀哈三 賀哈三 哪裡 你看這個 6 6 這個 5 這個 3 你剛剛不是想說不要迷信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這個 他沒有迷信 你自己說話的 他真的有 不是哪有 5 6 7 6 5 3 6 5 3 6 5 3 師傅你這樣很奇怪 你這樣的話人家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這是 但是那個當然就是他自己覺得好玩 那上面 他有那個 青蛙上面有一些紋路 就好像看起來好像有 6 5 3的紋路 但我個人認為不要去迷信 所以呢 如果說青蛙界本身來講 也有在喝酒划拳的話 你跟他划 眼鏡有辦法划 因為一划 你就輸 也不知道他這個 18 對 23 超過20的數字 圍繳青蛙 其實並不是什麼鬼怪 純粹是隻 基因突變的青蛙 而且他活力十足 可以正常的跳躍 完全不會因為多出三隻腳 而行動阻礙 這一趟的任務 讓我破意良多 不僅發現泰國的一種生物 也見到泰國人 純真可愛的一年